好,那第二個跟老師介紹的是這個轉盤 那這個轉盤我先打開一個給老師看一下 從這邊 這裡有 之前去那個應該是瑞城國小的 好,有沒有 像這樣子 那 這個 這裡有個廣告你可以把它關掉 關掉它 那右手邊當然你就打進去 我們先聽看看感覺如何 有沒有感覺遠去聽得到 教室現場沒聽到 因為我這裡沒開 有沒有還把名字念出來 這樣上課同學都變得很專心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都很怕被抽到 那它不是只有 就是不是只有名字 你比如說上課你要分組別啊 我要抽組別啊也可以 那這個名字呢你不用一個一個打 你就直接 如果你是以色違和的檔就直接貼進來就好了 而且還可以怎麼樣 搭配圖片喔 你也可以用圖片題 所以我在這個簡報裡面 您打開我的 這一個 這篇文章 我裡面就 放那個圖片的 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 這就是圖片版的 就是如果你有字 有圖 它就兩個疊在一起 你也可以只有圖 所以如果老師您上課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抽 像英語教學 就可以考同學這個字怎麼唸啊 之類的 有很多玩法嘛 是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把圖片叫進來 就是在這裡 好這裡先接受一下 你在這邊 有沒有添加圖片 點下去 那你就找找看你們家圖片在那 但是 老師千萬要記得 不要一張一張來 全部選起來丟進去就好 狠一點 但是 老師這裡好像沒有什麼 好像沒有 沒有可以 抓的圖檔 好吧 因為這台太乾淨了喔 所以 沒有圖 我先 抓幾張 好現在我找了兩張 那我們來看看 我就 找這裡 添加圖片 它打開了 我找到我的桌面上 這兩張 OK 選起來 有沒有進來了 就這樣 所以 老師剛剛講 你那個圖跟文 沒有 一定要就是 Match的齁 所以它就變成像這樣 那如果您在後面這裡 我再加上 有沒有這樣就疊上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老師在用還蠻好用的 那 老師在用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在這個地方齁 他的這個分類這裡 他可以做排序 只是他目前支援的是英文跟數字的排序 所以如果假設說 假設說您需要的是 像這樣子我在這裡我可能需要 做名字的排序的時候你可能就需要幫他加上英文或數字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在這邊做排序的時候 你可以按 按下去 有沒有他就照這個排序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 我要隨機 打亂一下 你就按這個地方 有沒有叫隨機抽取 我按一下 有沒有重新打亂 這樣同學才不會說不公平嗎 為什麼我一定要排在他後面 對不對 可以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有意思的 那 當你這樣按下去的時候 就可以換 而且 轉多久轉多快 可不可以重複 都可以設定 聲音也可以設定 好有沒有 這樣出來了 那 剛剛轉的時間是不是比較久一點 10秒鐘 如果你覺得不要這樣 你看上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叫定制 就是客製化的意思 所以我從這裡按一下 按一下 剛剛的聲音就是在這裡 聲音你可以從這裡可以選很多個 你不要那麼緊張的話 你可以換比較反而的 比如說我們這個 歡樂的聲音 像這個 好吧按下去 點下去 然後要不要允許重複 要不要慢慢轉 轉動的時間 有沒有這裡都可以調 這邊都可以調整 如果你不要他轉那麼久 你也可以調整一下 那旋轉結束的時候 我們剛剛是把名字唸出來嘛 那麼你如果不要 那麼刺激的話 你可以掌聲響起就好 好就是這看你 因為他唸出來的那個聲音 稍微比較小聲一點 那麼在顏色部分也可以改喔 你看他有很多的色系 讓你去選擇 有沒有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色系 你可以切換 好那最後呢 中間那個圖片也可以換 中間的圖片 你看我這個是在中興大學的 有沒有我就很有誠意換成他們家的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從這個地方 定制 你如果使用預設的 那 他裡面 就有一些 預設的 這些圖形 比如說你要獎狀的 好 點進去 那你的尺寸多大 我們確認 有沒有就一個了 那你也可以自己上傳 所以我可以從這個地方 選擇 我要客製化的 我就自己選擇 你的檔案是哪一個 好比如說我們剛剛桌面上的這個 Apple 好 他還問你一件事情喔 我要不要把你的設計 射程跟這個圖片 是一樣的 他會把你自動抓 如果你按是 好我們確認一下 有沒有顏色改了 這樣老師的 變化度就比較多嘛 對不對 你可以客製化的東西多 你就 比較有彈性 而且這個使用上很快 那 最後呢 這個可以跟您的Google 或者是Twitter帳號 集合在一起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 您今天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儲存跟開啟 如果你這個設定 比如說就好像老是要當成教材來用一樣 我當成教材我就不用每次都找蘋果啊 對不對 我就把那些圖片 那些我都已經 設定都儲存起來了 我下次就打開 直接就用了 好或者我要修改的時候我就 不用每次都從頭來 那麼您看這邊我先用開啟給您看一下按下去 他會問你說你要用Google的帳號還是Twitter帳號 好我把用我的Google帳號 OK 選好 有沒有看到我用很多 所以我可以像這樣子 我如果需要的 我需要分組的 我就把分組的打開 那我就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做一些細項的設定 雖然不會太難 可是總是省一點時間 對不對 那麼 再來您看到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 如果您都設定好了 現在老師進來的 是不是 你們都還可以 直接 拿我的設定直接修改 對不對 那他有兩種分享方法 你看這個分享的部分 好繼續 他有兩種 一個呢就是 他們只看得到轉盤 也就是說 我不需要你把我設定直接扣走 那下面這一種就是您現在用的 有沒有 我給你看到 你還可以直接 修改 存成您自己的副本 好所以您用哪一個都可以 那當你按下去了之後 繼續 您就會取得那個網址 所以我們比較一下 看看 只能看到 選項的 差別在哪裡 你看我把它 點進去 有沒有 有沒有只有轉盤 旁邊那些功能都沒有 這樣小朋友不會亂玩 可以像這樣子 讓我們點看看 有沒有這樣心情比較沒有那麼緊張 所以如果您不需要那麼緊張的心情 你就換個音樂就好了 這個就掌聲鼓勵鼓勵就好了 所以這兩個小工具我覺得 一個在老師教學上 其實都還蠻方便的 所以可以跟 先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